哈喽大家好我是牛苏 今天介绍一部94年代经典老电影 真实的谎言 据说此片本拉登同志非常喜欢看 并由此产生了911恐怖袭击的灵感 当然随着911事件爆发之后 美国关于恐怖袭击的电影也少了很多 可以说是比较有戏剧性力 好了闲话少说 咱们这就开讲 阿诺·施瓦辛格永强 乃是FBI的高级特工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隐藏身份 这都结婚十几年了 老婆和女儿依旧蒙在鼓里 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脑推秀员 而且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出差 这不今天永强又出差了 但实际上是来瑞典执行一次间谍任务 她从冰窖中潜入了某个守卫森严的城堡 假扮成正经人混入宴会现场 而这里其实是一个来自波斯湾的恐怖组织的秘密老巢 号称红阀党 她找到机会爬上二楼 用间谍设备连通电脑 让外面的同事拷贝机密资料 工作间隙 她又重新互入宴会 整点赐助小甜品大辣瓶啥的吃一吃 没想到无意间引起了一位美女的注意 美女毫无抵抗的被永强的男人气味所迷醉 谁叫她的胳膊跟子最粗呢 跳完一支舞后 美女主动留下微信号 此时恐怖分子终于发现了有人潜入 永强倒是很淡定 从容引爆了准备好的炸弹 引发了巨大混乱 随即开流 半路上又遭到两只恶犬拦路 却见永强一转身就给鸭打懵逼了 英英英我是谁我在哪 我似毛驴还是斑马 接下来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 红发党四处围追堵截 但永强枪法极好 各种花式捏杀小怪 最终顺利的和同事接头 潇洒地扬伤而去 回到美国后 上次把他们小队臭骂了一顿 这次打扫惊蛇 以后的调查可就更难了 好在永强他们总算窃取了一点有用的机密 这红发党购买了四枚大型导弹 并且已经秘密地运到了美国 显然不是来放烟花的 一定是想搞恐怖袭击 然而情报到这就没别的头绪了 不过按照这个线索调查又有意外收获 某个古董商和红发党有大比的经济来往 而此人正是那个美女 她的工作室也恰好就在这个城市 于是永强就出卖色相 主动找到美女 美女带着她在工作室里参观了一圈 期间是各种的眼神勾搭 显然是想和永强发生点故事 但永强可不像别的特工那么随意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在永强离开后 一个工人模样的男子匆匆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赏了美女一巴掌 蠢货 你一看见美男子就走不动步了 原来他就是红发党的幕后首领 卷毛皮长衫 江湖人送外号卷毛 卷毛洞察力惊人 一眼就看出来永强绝非常人 必须要除掉隐患 于是永强很快就被他们盯上了 但他毕竟是超级特工 反而淡定的将卷毛几人引到了一间厕所 在对方动手的瞬间展开反杀 这两个小喽喽完全不堪一击 卷毛也撒了进来 与永强展开一场近身枪斗术 可仅仅几个回合便自觉不敌 只好封尽扯呼 永强穷追不舍 只见卷毛在街道上夺路狂奔 突然拽住一辆摩托 我是世界流氓 我怕谁 屁股一甩八十脉开跑 永强自然不敢落后 也突然拽住一辆马子 我是世界警察 我怕谁 屁股一挺九十脉开追 经过一番别开生面的街头追逐后 卷毛被迫冲入了一座大酒店 永强骑的大马依旧紧追不舍 两人一前以后来到大楼顶楼 一处来就懵逼了 这他妈是一条死路啊 眼见永强杀到 卷毛咬牙把心一横 竟然一鼓作气撞出顶楼 飞到了对面的顶楼泳池里 永强见状也是一惊 不过你不怕老子更不怕 小贼哪里跑 血不知临门一脚 大马却胆怯了 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 顿时把永强甩了下去 万幸他还抓着马将 脚下便是万丈深渊 饶是永强胆子再大 也魂飞天外 哎乖马儿好马儿 快拉我上去 上去了你就是我的千里马 没想到这马儿竟通人性 还真慢慢的把永强拉了回来 没想到永强一上来就翻脸了 啪啪甩了大马俩嘴巴 你胆子咋这么小呢 还千里马呢 胆小驴还差不多 咱们先按下被永强摧毁 信心的大马不表 来看看特工的家庭生活 由于维护世界合并比较繁忙 永强极少有时间陪老婆孩子 而且还要刻意野蛮身份 因此叛逆期的女儿对她越来越疏离 老婆刘英也是早就成了刻板无序的黄脸婆 缺少丈夫的陪伴和关怀 生活实在是暗淡无光 永强也不是白痴 也颇敢追不住家人 于是在这天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 万万没想到刘英反倒先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从偷听的电话来看 刘英居然要去私会一个叫老王的男人 言语间还颇有种荣光焕发的感觉 永强如遭晴天霹雳 我在外面保护地球 你在家里给我戴绿帽 还有没有天理了 同事赶紧过来安慰 俗话说 要想生活过得去 人生需要一点绿 地球需要更大绿 爱护地球人人有责吗 话虽如此 但永强还哪有心思干别的 这个老王到底是谁 绿帽到底戴没戴时诚 女儿是不是我的 一想到这些猛男要落泪 这件事必须要调查清楚 她利用FBI的资源和人力 对老婆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调查 搞的同事们还以为是在对付什么国际大人物呢 可想而知 像刘英这种普通人追她起来毫无难度 她很快和老王偷偷见面了 让人不解的是 这老王又矮又丑 胳膊跟着老戏 逼永强差了不是一行半点 也不知道刘英图啥 刚监听了门一会儿 永强和同志忍不住哈哈大笑 原来这老王啊 居然冒充自己是FBI的特工 将几天前永强和卷毛的街头大战 吹成了自己干点 听得刘英是满脸崇拜 这也太他妈搞笑了 接着永强继续追踪老王 发现这家伙只是一个卖二手车的销售员 倒是很符合他江湖骗子的身份 永强假借买车接近他 这家伙三句不理女人 各种炫耀自己找女人的战绩和手段 你也知道吗 那种芥末少妇最容易得手 这些女人平日缺少老公的关心 生活一滩死水 所以渴望找回青春的激情 渴望刺激的冒险生活 只要对症下药 那是无往不利呀 永强是越听越气愤 越听越心惊 因为这家伙说的还真对 他真想一拳揍的老王起笑流血 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来到晚上 老王又将刘英人约了出来 他声称自己要去法国 执行很危险的间谍任务 需要带一个女人假扮成夫妻 问刘英人愿不愿意干 说着还动手动脚准备下手了 与此同时 永强带着大批FBI冲了上来 做好伪装后发起了猛攻 一开场就把老王的拖车给炸开了 那场面简直和抓捕本拉登一样 老王和刘英人被吓得哇哇大叫 老王更是不堪 一个脚软摔入了刘英人的怀里 永强冲进了一看 差点当场暴走 按照他的经验来看 如果再晚来无名 这老王就要脱掉裤子了 就这样一场无比浩大的捉剑行动 完美收官 刘英人很快就被丢进了FBI的审讯室 永强则在外面 用变声器审闷起来 根据刘英人的交代 他和老王是在一个星期前认识的 当时老王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需要他帮忙保管一个手机箱 接着老王就离开了 刘英人回到办公室 在好奇心的屈指下打开箱子 没想到里面全是各国的护照地图和纸币 还有一把手枪 于是就相信了老王是一个特工 另一边永强拿了枪 逼问老王 到底和妻子有没有发生实质关系 老王虽然是一个渣男大骗子 但这才一个星期 也没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这么一来永强终于解开了心结 看来刘英人并没有背叛自己 最少还差无秒钟啊 而自己也确实欠他很多很多 这时候一个有趣的想法涌上心头 既然老婆想要体验特工的冒险生活 想要怒放的生命 那何不帮他如愿以偿 也算是做老公的对他这么多年的补偿 所以永强没有急着说出真相 而是假意胁迫刘英人帮助FBI当一回女特工 否则就揭露这次的糗事 让他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刘英人无可奈何 只能答应下来 被放回来的他便得魂不守舍 整天提心掉的 而永强的同事在准备好后就开始游戏了 他叫刘英人去某个酒店执行特工任务 并且要伪装成花枝招展的脱衣五娘 目标是在某个黑道大佬的电话上 安装窃听器 悲催的刘英人身不由己 只能硬着头皮照做 可是在临门一脚时 他内心的冒险血液突然被激发出来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 他撕掉了衣服上的毛毛 再仔细化化妆 又干脆在头上抹了一把冷水 眨眼间气质大便 梁家少妇摇身一变成了性感妖艳女郎 坠坠不安的进入包房后 黑道大佬正坐在暗处 此人看不清这面目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永强 他用预备好的录音 指挥刘英进行脱衣五表演 刘英硬着头皮 慢慢的进入了角色 看得永强是直流一血 他也没想到啊 老婆居然有如此诱人的一面 不过最近马赛克涨价了 牛叔的大蜡皮也没卖出去多少 所以打不起马赛克了 这段就直接跳过 最终永强让刘英闭上眼睛 献上了身形一吻 就在他要揭晓最终谜团的时刻 呼啦啦一大群恐怖分子 忽然扑了进来 不由分说就逮住了两人 刘英到了此时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看身边的人居然是永强 还以为是自己害的丈夫 而这次行动的幕后黑手 正是红发党 领头的便是那个美女古董商 一对苦命夫妻被塞进了飞机里 抓到了大陆旁边的一座小海岛上 这里正是红发党的秘密基地 卷毛得意洋洋 小样的呀 看老子这次怎么报仇 原来红发党和古董商合作 将四枚超级导弹 伪装成古董石像 运到了海岛 现在又抓了一个FBI 刚好用永强来录一段视频 这下就没人怀疑导弹是假的 而卷毛也亲自上镜 你们美国佬 为了石油利益 搞得咱们波斯湾鸡犬不宁 还有脸说我们是恐怖分子 如果你们不撤退 我们就会炸掉你们的城市 等着瞧吧 接着他们又将导弹盖上水泥 伪装好后 准备运往城市之中 经过这么一闹 刘盈终于搞明白了老公的真实身份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马上就被杀人灭口 显然卷毛还是太小 看超级特红了 只见永强突然解开了手铐 一标一个小朋友 一拧一个糟老头 一勾又勾到了一把武器 刘盈惊呆了 啊 我的男人好慢啊 一场混战突然爆发 只见永强如同挂鼻 大杀四方 敌人怎么打也打不着他 而他的枪却带有爆炸效果 一路火花带闪电 最后更是使出了喷火枪 顷刻间烧得红发档鸡飞狗跳 爆手数算 多时不见的卷毛终于动手了 他忽然寄出一把火箭弹 一发过去瞬间爆炸 好在永强及时跳入了大海 躲过一劫 而刘盈则被古董商抓走了 充当人质 红发档做事毫不拖泥带水 直接用飞机和货车 将导弹运往城市 时间来到第二天 FBI的人赶到海岛 将永强带上了直升飞机 因为他们之前在刘盈身上 装了追踪器 赶紧呼叫了两台海耀攻击机进行拦截 这可是不同维度的战斗 跨海大桥很快就被拦药炸断 三枚导弹成功拦截 与此同时 刘盈也彻底爆发了冒险基因 突然暴起与古董商缠斗起来 见货叫你缠我老公身子 好在刘盈平时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都有健身 三下五除二就打晕了古董商 但这时车子已经失控 再往前走就是断桥流水 好在关键时刻 永强大胳膊跟子一甩 将刘盈拽了上来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卷毛已经来到了城市 并且绑架了永强的女儿小鹰子 她又叫来了媒体做现场直播 如果美国不答应她的条件 那就引爆导弹 和二百万美国人一起升天 没想到小鹰子可不是什么乖乖女 忽然偷走导弹的钥匙就爬向楼顶 卷毛急忙来追 没有钥匙老在玩个毛线 而小鹰子完美的继承了父母的狠人基因 就算被逼到死路也绝不投降 就在关键时刻 红发档面前忽然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永强居然架死了一架战斗机横空出现 不由分说就是一顿突突突 来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降维打击 接着她又飞到起重机下面 让女儿跳下来 没想到女儿的胆子有点小 不敢跳 把永强气力爆跳如雷 以后我也管你叫胆小轮了 激将法果然有用 女儿跳了 没想到卷毛也跟着跳了下来 三人在飞机上好意翻缠斗 最终卷毛用枪控制住了局面 岂不知永强忽然用出一招飞机摆尾 卷毛顿时失去重心 居然一跤摔地挂在了一枚导弹上 永强黑黑一笑 顺手就一按按钮 卷毛顿时就被射了出去 转眼间击中了红发档的飞机 来了一把 一炮双响 一战两难 危机终于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一家人脆弱的感情也得到了弥补 而刘英干脆也辞职了 做起了真正的女特工 从此和老公联手闯天下 突入各种任务地点 成就了一对雌雄特工地 传奇一家话